千万不要这样暴猫 也不小心会让猫受伤 以下是错误的暴猫方式 1.脱肚子 猫咪的肋骨非常脆弱 脱肚子时宜一旦用错力 容易压破猫咪内脏和肋骨骨折 严重的还会导致猫咪猜 2.指高高 猫咪的前肢被托起 四肢悬空还露出肚皮 会让猫咪没有安全感 容易生气后腿乱章 一个小型就会生到你 3.提后果敢 这是母猫雕小猫的方式 只适合体重较小的肉猫 体重大的猫咪这样拉着会弄痛它 甚至拉伤肌肉 4.脱页悬空抱 猫咪前肢被手短虎口突起 双脚悬空 全手夹住猫咪腋下 面对面将它抱起 这种姿势很容易损伤它们的前腿关节 而且它们的爪子直接对住你的脸 是非常危险的 5.单手握住 单手夹住猫咪脖子或腋下 4.指悬空 这个动作会让猫咪非常没有安全感 而感到害怕 6.双手悬空抱 抓住猫咪两条前腿 直接拎起来 这种姿势可能会拉伤猫咪的韧带 甚至导致猫咪关节脱壮 想象一下当你被拴住 封手吊起来的感觉 是非常痛苦的呀 7.胡乱任性是蹦猫 有些人喜欢拎猫耳朵 或直接拖往四肢 或者体尾巴 对于这些任性姿势 你可能要出现猫全了 而且极有伤害猫咪的隐患 它也容易留下心理阴力 8.婴儿抱 让猫咪成羊躺姿势 视角朝天 不建议这种爆发 因为让猫咪肚皮朝上 会让猫咪失去安全感 如何正确抱猫呢 1.托指是趴胳膊 让猫咪前肢趴着手臂 另一只手托住猫咪的后腿或臀部 这让猫咪很有安全感 但是当猫咪快复合尾巴的时候 可要注意了 这就说明猫咪一心不耐烦 2.他肩抱 让猫咪的前肢搭在肩上 一只手托住猫咪的臀部 方便们观察四周 这个姿势适合带猫咪出去 散步逛街 3.单手托臀抱 一只手放在猫咪屁股或后腿 另一只手放在猫咪的前肢腋下 这会让猫咪很安扯 跟猫咪关系亲近的铲屎关 可以让猫咪的爪子搭在胸前 4.专页托臀抱 一只手托屁股一手托胸口 让它看上前方 让它的尾巴自然放风 不要压到尾巴 在前肢的手臂可以稍微弯力 让猫咪靠在你的身上 可以让猫咪安心 同时可以有效防止它们挣扎 结论 哦猫咪的证据就是你学费了吗